从未见过如此残忍的案发现场 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 浑身上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蜗牛 被做成了萤火虫的模样悬挂在半空中央 在上一集中汉尼拔利用尸体 书写了一封筋骨禁断的情书给威尔 而在本集中威尔则将尸体 做成了萤火虫的模样用来回应汉尼拔 不得不说精神变态的世界还是挺浪漫的 不久前威尔循着记忆中的声音 来到了位于立陶宛的莱克特庄园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被囚禁在地牢中的男人 正当威尔想要准备询问男人的真实身份时 身后的一名尿灵女郎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 威尔健壮连忙解释自己是汉尼拔的朋友 此次前来没有任何恶意身上也没有携带武器 可此时千代依然没有放松对威尔的警惕 看到千代警惕的样子威尔没有过多的解释 反而是询问起身后男人的真实身份 千代表示他只是个有罪之人罢了 显然在千代的眼中 地牢里关押的男人连个动物都算不上 这一点倒是和汉尼拔对待那些无理之人的态度非常相似 随后千代便拿着枪将威尔逼出地窖 走出地窖后的威尔很是好奇 地牢中的男人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 值得千代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他 千代表示那人吃了汉尼拔的妹妹米莎 并且已经被活活囚禁在这里很久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是互为对方的囚徒 威尔反问千代为汉尼拔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千代表示自己能接受汉尼拔的所作所为 并且也能理解汉尼拔变成食人魔的原因 相反威尔认为米莎悲惨的遭遇 并不能成为汉尼拔使人的借口 面对威尔的问题千代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 他知道威尔来这里的目的 于是他告诉威尔 你在这里是找不到汉尼拔的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地方 存在着一些不好的回忆他不敢去 千代表示因为那个男人对米莎的所作所为 汉尼拔曾想取走那个男人的性命 千代则不想汉尼拔杀死他 于是汉尼拔便将男人的命交给了千代 而这也是千代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 于是为了印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同时也是为了让千代离开这里 帮助自己找到销声匿迹的汉尼拔 威尔偷偷撬开了地牢的门锁 将困在地牢里的男人给放了出来 可等千代准备好食物给男人送饭时 被威尔放出来的男人却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偷偷地躲在墙角寻找机会刺激报复 在与男人的打斗中千代说了声抱歉 随后捡起地上的一块骨头碎片 反手就狠狠地扎进了男人的脖子里 煞时间鲜血如泉涌般向外界涌出 最终在威尔的谋划下 千代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其实千代早就察觉到了威尔的机会 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讲 千代又何尝不想挣脱牢笼释放出自己 现在被关押在这里的男人已经死了 千代表示自己也没有留在这里的意义 为了感谢威尔帮助自己挣脱家所 千代答应威尔会帮他找到汉尼拔 说罢千代便拿着猎枪转身离去 而独自留在地窖中的威尔 则将男人的尸体做成了萤火虫的模样 悬挂在半空中进行展示 这也是威尔对汉尼拔做出的回应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威尔的形式风格越来越像汉尼拔 做完这一切 威尔便带着千代踏上了寻找汉尼拔的道路 而远在意大利的汉尼拔 面对威尔的回应同样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有只有一种方法你会会解决威尔 威尔的 我必须要吃他